《經濟日報》今日推介新地16號 簡選原因是 公司的新盤可以捕捉到 香港強勁的住宅剛性需求 加上旗下的商場有望受惠於 最快在7月4日開始接受登記的電子消費券 讀者適宜在今個星期內 逐作出中場線收集 市場預料新地往後的業績可以重拾增長 新地股價升勢未盡 如果參考3月初以來 即是考慮到新地公佈業績 中期業績略有驚喜 電子消費券宣布推出 和疫苗接種計劃展開等眾多衝勁之下 綜合券商給予新地最新的目標價 平均大約是144.31 較新地現價高出2.2左右 如果參考彭博綜合券商預測數據 和股價紀錄的資料 無論是股價對每股NAV的折氧 或以PP計算 都顯示新地先後受到中美角力 香港大型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負面因素 衝擊下 估值接近極低殘水平 預計股價下跌空間有限 新地股價在估值收復前提下 仍有不少上升空間 讀者載不到 builds bigger 資料 新正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